至于年金制度的改革 国人也是非常的关注 那么今天经济会主委 尹启明到立法院报告 因为他的报告没什么内容 就被朝野立委给开炮了 不过尹启明他还是老神在在 他被问到 有没有跟马总统商讨过年金改革呢 他的说法是 这是他们的私事不能说明 这么一回答引来了全场大笑 带你来听 我有三本存责 我的存责很多 为了退休我有三本存责 大方公布自己有三本存责 经济会主委引起名 为退休人生精打细算 口袋迈空迈口 但退休金都领了 怎么连18%怎么算都说不出来 养老金 有 有那怎么算 养老金怎么算 都在我存责里面 不是 存金寄的钱是多少 然后再寄成这样18% 谢谢这是我的机密 对啊 我以前当公司人员30几年 我很少注意我到底拿了多少钱 所以这样不对 因为专心在工作上 因为太认真工作 存哲理存的几位数都不知道 台下笑诚一片 引起名似乎也玩上瘾 继续玩就是不告诉你 所以你能不能碰到马冬头 跟科远胖 这是我跟他的私事 这个 国家大事 国家大事 我要怎么跟你回答呢 引起名讲不出年金改革内容 道市全序部提出 公务员未来将采确定给付 与确定提拨双轨制 对考试院长观众和行政院长全充 为黑官漂白说再度杠上 权势部长张哲称 再次强调立场不变 两个院 或三个院之间 这样搓汤圆搓一搓 事情就没事了 不会吧 院跟院之间不能搓汤圆 不能搓汤圆 年金改革制度争议不断 严肃议题 嬉闹回答 难怪相关观议员 照三餐被点名下台 三天新闻 江云红黄大风 学问好丽皮 台北报道